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8月30日星期一 和大家聊两个新闻 随着拜登在阿富汗和病毒溯源问题上一再展现出来的软弱 现在很多人都立刻联想到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台湾 当然说到拜登 今天还有一个小争议 因为这两天有视频显示 拜登在会见以色列总理的时候是低头闭目 分明就是在打瞌睡嘛 结果今天有朋友出来跟我这打炮不平 说整个的报道有8分多钟 就中间这20几秒在那低头闭眼来着 结果你们这些脑残穿粉 就故意把他给截下来是断章取义用来糟蹋拜登 那我的问题是 你不管是不是断章取义 这20多秒做这个动作 这总是有的吧 你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 在接见像以色列总理这么重要的领导人 人家可是刚当上总理还是第一次来 说到以色列 那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了 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外事场合 你见过有这么低头打瞌睡的吗 哪怕只有20几秒 当然你愣说他没睡着 好那你说当时拜登在那干嘛呢 有这么接待外宾的吗 说到现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 你能帮我找出第2个这样的人来吗 所以说习也没用 上任这几件事说明 说明这个人在精神上体力上勇气上 都不适合做这个世界第1大国的总统 特别是在眼下这么关键的一个历史时刻 说来呢也小八十的人了 你干点啥不好啊 为什么非要勉为其难 干这么一个高危的差事 回家寒衣弄孙没事睡个午觉多好呢 咱们说回到台湾 我想所有的这一切 习近平和中共那都看在眼里了 睡没睡觉这件事可瞒不过他 看拜登这种精神和体力的状态 他是不可能还有第2任期的 那下一个回来的很可能就是川普 或者是其他一个经历更加旺盛的人 很可能是蓬佩奥这也说不定 所以说眼下的那个拜登4年 那在习近平眼里 那就是上天赐予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呀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过了这个村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这个地儿了 找这么老的一个总统 在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了 所以说呢 现在武统台湾的这个时间表一定被大大的提前了 比如说最近有朋友纳闷 说为什么习近平最近在国内是四面出击 显得特别的急躁 特别的焦躁 因为这和他以往那种沉稳内向 迟缓的性格是不太符合的 我想呢 所有这些事情的时间表 像在国内开始一个大的整顿 开始折腾 所有这些事情 都在围绕着武统台湾这个中心任务 他们的时间表 都被大大的提前了 所以就显得这么的急躁 说到最近呢共军在台海的演练 看起来越来越像是要玩真的 根据中国大陆海事部门公布的消息 从5月底到8月底这三个月 共军在渤海 黄海 东海 台海 南海 组织的军事演习 已经超过了100次 比平均一天一次还要多 现在呢有一个非常不同以往的动向 共军呢在最近的一次的演习中 他征用了一艘大型的民用船只 那就是渤海轮渡集团的一艘 一万六千吨的 渤海珍珠号客滚船 这种客滚船也叫滚装船 在大连等地啊包括在海南等地都能看到这样的船 用来装载各种军用的车辆 包括呢自行火炮 两栖装甲车和军车等等 包括坦克 福布斯曾在一篇报道中分析表示 说共军呢要进攻和占领台湾 可能需要上百万大军来跨海登陆 而这就远远超出了共军 目前11艘新型两栖登陆舰的运载能力 所以呢中共肯定需要征用那种数以千计的民船 来协助海军来渡海作战 而现在呢那个船队现在都找好了 那就是全球最大的远洋运输集团公司之一的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公司 也就是中远集团 它下属有大约1000只类似的大型船只 这也是未来跨海登陆的主要的骨干 现在其中的一些船只正在进行改装 有人拍到至少一艘重型起雕船 已经加装了一个移动直升飞机的降落的平台 类似这样的改装正在进行 另外的这两天台湾的空军公布了一个资料 说在26号27号这两天 中共是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了直九反潜直升机和直八武装直升机 进行绕台的飞行 明显是在进行水下的搜索海空反潜这方面的演练 他们在收集数据 另外还有呢中国最近 在东南沿海重点在福建 开始整建新的机场 而且这些机场和跑道距离台湾非常的近 因为这个距离太近 所以说这些机场作为战斗机的起降 其实并不是太合适 但是这些机场的位置和它的跑道设施 非常适合作为直升机 无人机的出发的地点 所以从这儿也可以判断 在未来的台海作战中 直升机和无人机 将作为进攻的主力 最近中共一直在做这方面 大范围的训练 说到所有这些动向 这已经非常接近实战的意义了 这可不是以往那些作秀 不是那种 单纯的威慑和恐吓 而是越来越具有这种实战的价值 眼见着战争的鼓声是越来越紧 这个武统之战看起来是势在必行 看这两天台湾的新闻 人呢 好像对这些东西呢无感 你像最近人们关注的是 因为有那150只走私猫给安乐死了 结果这太惨了 一下就击中了很多台湾兄弟姐妹的泪点 这件事就演变成了一场 网络舆论大战 非常动感情 另外呢就是最近这个台产疫苗 我看情况和大陆那国产疫苗情况也差不太多 现在也搅起了一场激烈的争端 大家都在吵这个呢 我有朋友给台湾的相关部门写过一封长信 在这里边呢提出了很多 很有深度很有见地的一些建议 来对抗大陆咄咄逼人的这个武统 因为里边很多内容太过敏感 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里来跟大家讲 你看这里边包括利用台湾现有的科技优势 重点来发展无人机 开展网络作战 另外呢改装现有的导弹 改装成中程导弹等等 当然里边也包括了很多动员台湾社会的一些想法 但是最终石沉大海 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 所以这真是任你千言与万语 是难以唤醒 梦中人 眼见着共军在这边是磨刀霍霍 台海之战在这个拜登的任期内 不但是不可避免而且是近在眼前 而台湾呢现在这么看依然是闻田无喜歌舞升平 所以真是为台湾灭一把冷汗 你说这心怎么这么大 怎么就不知道害怕不知道着急呢 难道现在还看不出正是那个拜登的软弱 已经变成了台湾最大的危险和敌人了吗 来吧 下边呢应观众之邀我们来说说马云 我在题目里呢特别给马云这个名字加了一个引号 因为马云代表的从来也不是一个个人 而是一个集团一股势力 我想就是作为马云本人或者是习近平大概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只是这个小个子自己的话 那这个事情倒好办 说到最近最热闹的事那就是赵薇 当然连带着还有一个舔的秀红旗的马仔高晓松 要不是说这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这个人到现在已经不值一提 已经可以忽略了 说来呢非常的遗憾和可惜 说到赵薇 现在看我昨天在直播里的判断是对的 想跑门都没有 中共在发动之前在让公众知道之前 一定是提前准备运作了很久了 这个人早就控制的妥妥的 是不可能让你有逃跑的机会的 而且呢那个编故事的他也不考虑基本的常识 往哪跑啊 往法国跑 中国和法国是有引渡协议的 这边随便编你一个什么罪名就能把那个引渡回来 而作为那个层次的赵薇他当然知道这些了 像什么一下飞机就钻进了一辆旧风填车然后飞迟而去 编的还是挺香 挺香那么回事还是挺欢乐的 在这呢特别给墙内的朋友咱们要 普及一个小 知识 说到在欧洲 一共有12个国家已经和中国签署了引渡协议 当中就包括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等四个大的民主国家 所以说跑的时候得长个心眼 得提前做功课您查一下 往那个没协议的地方跑 或者是往大点的国家跑 小点国家扛不住中共的压力他照不住你 当然我现在呢也不太理解很多人的情怀 现在很多人我看啊 都站在了赵薇这头 都特别关心他特别同情 大家注意啊 这个赵薇他早不是当年的那个小燕子了 他早就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了 平时过着娇奢淫逸的生活 翻云覆雨 张开资本大鳄的血盆大口 可以说不知吞噬了多少韭菜们的血汗钱 大家查查为什么这五年不让他碰股市了 他都干了些什么呀 所以说到底这是个捞钱不眨眼的资本家 只不过是长得好看一点罢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非常积极的站在他这头 就跟前一阵对那个孟晚舟一样 别跟着自作多情了 人家谁认识你是谁呀 所以说我真的是弄不明白啊 很多人的这个情怀是从哪来的 难道这也是韭菜对镰刀的一种情意吗 说到为什么折腾赵薇 我认为这件事呢和最近那个整顿娱乐业还不算是一回事 毕竟呢赵薇不做艺人已经很多年了 我认为这次折腾他的目的 非常明确 就是因为马云 当然也连带着现在那个不值一提的高晓松 因为他也曾和马云沾上过一点关系 说到最近这两年 从针对马云个人 到针对整个的阿里巴巴 从那个天价的罚款到蚂蚁金服这个惨败 以及连带着相关的那些官员们的纷纷出事 特别是最近那个步调突然加紧 像那个杭州市的市委书记突然落马 直到现在的那个赵薇 这是干什么呢 我对此是好有一笔 我认为习近平 就是在摇晃 这棵叫马云的大树 袁世凯当年曾经对人讲过 说清朝呢好比就是一棵长了200多年的大树 如果一位用猛力试图拔掉这棵大树的话 那是非常难的 所以说呢 只有先慢慢的左右来晃动它 摇动这棵大树 等周围的土壤根基都松动以后 最后才能用一股巧劲 一举把这个大树给拔起来 而袁世凯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干的 他当时巧妙的利用了革命党等各种的力量 来回摇晃这棵大树 最后时机成熟是一举成功 那说到为什么是摇树而不是砍树呢 主要就是想把这棵树完整的保留下来 来留给自己 所以说这也是采用这个办法的一个 主要的用心所在 从去年10月 马云遭到重创消失 看当时官媒报道的统一口径 一看就是由高层组织 一看就是习近平亲自主导了对马云企业的整顿 和对马云本人的处理 就是习近平本人在摇晃马云这棵树 那作为手握重拳的一尊来打一个商人马云 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 办了不就是吗 还用花这么大力气 花时间花功夫去摇他吗 我认为是的 因为作为中国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核心代表人物 这个马云他不但财大势力也大 可以说是数大根深 拿下马云并不像拿下孙大午那么容易 大家想象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你赤手空拳进入到了中国的金融行业 马云的那个支付宝能够在中共权贵控制的金融领域中 最后竟切分出那么大的一块市场来 而且这个监管部门拿他还没什么办法 背后没有铁一般的关系 你怎么可能做到 简单回顾一下 1999年马云创立了这个阿里巴巴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最初的这两三年内 这整个这段时间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所谓的江派和上海帮的官员 那在中共内部都有着非常大的权势 马云那就利用江派势力的支持 把这个阿里巴巴就做成了中国第一的电子商务 和互联网的金融企业 他本身 也就变成了替江派的官员捞取经济利益的一个白手套 看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 2012年的9月 阿里巴巴集团完成了被宣扬为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私营部门的融资 金额为78亿美元 购买阿里巴巴股份的包括中国的一个主权基金 和三家著名的投资公司 具体是 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 国开金融 博育资本 中信资本 以及 新天域资本 这些都是谁的呢 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 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这里边就包括了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等2002年以后 先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的 20多人的子孙 那为什么这些常委家族要进入到阿里巴巴呢 假如没有这些家族的进入 你马云能够拿到支付宝的那张牌照吗 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 你马云凭什么有本事 在国家高度垄断的金融行业里边能搁下这么一大块肉来呢 有20多个 2002年以后 这么多常委的子孙 都在阿里巴巴持股 所以说到所谓的江派 经过了胡温时期 经过了习近平这89年的时间 快20年的时间 当时在朝的那批人差不多都到岁数走人了 说到现在所谓的江派势力 已经从政坛转向了资本市场 他们已经演变成了江浙户一带的新兴资产阶级 以前连接大家的是权力 老江在台上 大家都是权力方面的勾兑 而现在连接大家的 是比钱还要大的资本 资本可不光是钱 比钱要大得多得多 而这个资本最大的代言人 就是马云 马云等于是整个这股势力的 连接这股势力的一个代表 马云不但拥有这块人脉资源 他们拥有现在令中共担心的那块大数据 另外在香港呢 他还拥有一家媒体 你像在北戴河期间 他还抛出了一个什么军方和外交部 在这儿争宠不和的一个段子来 当时非常的有趣 说到习近平呢 要连任二十大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事实 而说到团派 因为他们能够在朝内分那么一杯羹 所以他们从来也不是习近平的主要的对手和障碍 像传的什么李克强汪洋之类啊 类似这样的传说 仅仅就是一个娱乐传说而已 他们一直是能够分到一杯羹的 而这里边真正的阻力 一直其实就是江派 而浮现在台面上的代理人 就是马云 所以说拿下马云 再等到那边老江一死 然后迅速解决江派的残余势力 不但能够解决资产阶级现在逐渐做大的问题 包括像什么大数据威胁到国家安全的问题等等 还能够把这棵大树完整的据为己有 得到一大笔巨额的财富 看最近习近平的动作是越来越狠 看来这笔买卖 他是坐定了 而且动作最近是越来越大 摇晃的动静也是越来越猛 我这么猜说明那边老江的身体 已经日进游进灯窟了 习近平现在是越来越没有顾忌 所以说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马云 但他下边的那个根可以说是盘根错节 二十几年的成长那个树根已经盘踞很深了 而且牵扯面很广 射击面极大 我看前一阵有人甚至说嘛 说在杭州 真正的书记其实是马云 说到那位周江勇 平时也要看马云的脸色 所以绝不是什么一句话就能简单解决的 习近平的这顿摇晃 还要摇很长的时间呢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估计有朋友一定讲 那你现在这么摇晃 那树上的那些鸟不会惊走吗 那些钱不会吓跑吗 放心 既然一尊惦记上了这棵大树 那就谁也跑不了 钱都得给我留下 在浙江那搞试点 10万块钱以上的存款 想干嘛都得给我说清楚 他一定要把这棵大树完整的拿下来再说 所以说呢大家也别担心 习近平并不想整死阿里巴巴 并不想整死什么天猫 他是想拿下阿里巴巴 所以说大家也都做好准备 未来一个国营控制的阿里巴巴 时间不会太远了 说到最后马云的命运 现在看呢一尊因为他占据这个权力的优势 他现在是呼风唤雨 现在是左一下右一下把这棵大树摇晃的是东倒西歪 但是你看到对赵薇呢用这么邪气温柔的这种处理 还在玩全网消失的这种小孩的把戏 这也说明呢想晃倒这棵大树也没那么容易 说到习近平和江派的博弈 刚才讲了习近平你占据权力中枢 你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这也不意味着他可以轻松解决江派 在南方说到资本的力量 这个新兴资产阶级 他已经成了一定的气候 是没有那么容易交枪投降的 所以现在说呢马云最终一定会深陷铃鱼 我认为还为时过早 我认为现在看还未必到那个程度 马云是一个长袖善武 是一个罕见的极精明的人 说到一个当初的英语老师 一个一米五八的小客子 最后竟然成为了中国南北两股政治旋风的一个风眼 那个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 现在还要费这么多的心思 来和他进行周旋 这绝对是一个少见的天才 所以说像这样的人他是不会一时积雪上头 在公开场合说出那些怼什么银监会 暗讽习近平 讽刺王岐山的那些话 他是故意那么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足够强大 因为他心里有数 现在开始折腾赵薇这么一个全国的名人 说明危机 现在李马云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是你细看折腾赵薇的这些手法呢 也让人看清一尊 其实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势 那么为所欲为 所以说这场围绕着马云的这个大背景的搏杀 最终 说到二十大这个中央的至高权力最终 鹿死水手 现在我看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当然现在一尊占据一定的优势 最后呢咱们不能免俗的 咱们说一下战队 说到这边呢是皇权一般的权力 说到这边呢是资本的力量 那按照政治经济学 我选资本 所以说呢我对赵薇现在如何怎样 我一点我都不感兴趣 但是我支持马云 以及他身后代表的那个新兴资产阶级 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场大博弈中 至少能够把局面给搬回来 当然我不奢望他们能赢 但是至少把眼前的局面往回搬一点 我曾经呢跟朋友开玩笑说 我希望马云能够成为中国 或者是在南中国的 未来的总统 不知道我这个玩笑 最终能不能成真 以上呢就是这期的节目 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